怎么了 老婆不在 你无聊吗 老婆不在 我希望你可以每天看看木村拓仔 幸福三重奏正在热播 该总已播出后 西蒙瑶和何佑君夫妇引发了很大关注 二人的相处模式也被很多人吃瓜 和大多数人想象的样子有很大的落差 在最新节目中 二人又填出了新高度 妻子们即将外出 西蒙瑶已经做好准备 最后通知何佑君面对他的挽留 西蒙瑶没有一点波澜 默默的走开了 何佑君不想一个人生活 完全离不开西蒙瑶 随后就转换了思路 你不要走了 你不要走了 别去了 老婆 老公啊 开始软磨硬泡 变成了人形挂劲 沿着西蒙瑶撒娇 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像结了年人的孩子 撒娇功力令人瞠目结舌 二人变成了连体音 西蒙瑶趋意已绝 许终都没有动摇 撒娇王的计划落空 其他夫妇也都做好了准备 一路互送出发 都是两两结伴 三个家庭顺利碰头 妻子们准备动身 纷纷隔空示爱 互相对视线飞吻 于谦也紧跟队伍节奏 乔忍者害羞飞吻 乔行秀了一波 老夫老妻也依旧甜蜜 妻子们离开后 很好奇家里的状态 我猜他们三个人在家在干嘛 换衣服解放了 老婆婆的牙倒反了 五金换风转换太快 纵线的离开时依旧关巧 求生欲也很强烈 此时已经开始残花 一个人在家还翻天 高兴的手舞足蹈 为宠户自由而欢呼 画面过于真实 完全抛开了求生欲 于谦的状态依旧正常 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只有何佑静还在待机 一个人很不习惯 不知道要干什么 在家漫无目的的转友 脸上大写着寂寞 动不动就发呆 最残丈夫上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